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是荷兰热热约闻頻道 现在报告6月19号晚间上面 先内新闻公铀 沃克兰暂停反攻 俄罗斯在大坝破坏后重整军队 瑞典担心俄罗斯的攻击可能 数千名囚犯参战 重返俄罗斯社会 纳瑞英不会变成获兵甲 习近平和王毅先后会见布林肯 李强抵达德国访问 华南地区龙洲水平均 防信性格范围降大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华南集团反攻 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在对新的战争更新中写到 华南可能已经暂停反攻 从部署攻击的规模和发生的地点 可以明显看到这一点 战争研究所说 大部分可用的部队还没有投入行动 这个研究所指出 在这种大规模的攻势中 出现优整是很常见的 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它已经结束 华尔街日报星期六中报导说 华南在第一次试探性襲撃之后 暂停了行动 指挥官可以盘点过去几个星期的情况 并确定他们可以在哪里突破 而不会使自己方面遭受巨大的损失 美国战争研究所的最新消息说 爱沙尼亚军队的最高情报官员 星期五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他说 我们在接下来的七天里面 会看不到乌兰的攻势 俄罗斯在大坡破坏之后重整军队 英国国防部根据他的情报部门说 在蒂列柏河卡霍夫加大坡遭到破坏之后 俄罗斯已经开始从这个地区撤军 转移到宅波罗尔地区 以及顿尼茨克地区的战场 有几千名士兵 参加了部队的调动 以及重新的集结 英国人表示 此举可能表明 俄罗斯人认为 既然大坡已经被摧毁 而且大坡后面的地区 已经被洪水掩抹 这样 越过第二百颗发动袭击的可能性 就会降低 但是俄罗斯就一直说 英国人散布虚假的信息 两个星期前 大坡的破坏 被怀疑是俄罗斯人所为 有西方专家上星期表示 破坏很可能是由 放置在大坡结构关键点的炸弱 爆炸造成的 这座大坡 位于俄罗斯占领区 只能俄罗斯人 能进入这个地区 瑞典担心俄罗斯的攻击可能 消息人士透露说 瑞典议会的国防委员会 在当地时间星期一 发布的一份报告说 不能排除俄罗斯对瑞典 发动军事袭击的可能性 根据路透社报道 瑞典电视台上星期日 引述参与撰写报告人士说 虽然俄罗斯地面部队 仍忙于应付沃兰境内的战斗 但不能排除 俄罗斯对瑞典发动其他类型的 军事袭击的可能性 自从俄罗斯入侵沃兰以来 瑞典一直努力加强防卫 并且争取加入北洋 去年年份 瑞典和芬兰一起申请加入北洋 芬兰 已经在今年3月份 正式成为北洋的第31个成员国 但是瑞典的申请 还没有获得全体成员国的通过 瑞典的电视台 引述瑞典议会国防委员会的报告说 俄罗斯已经进一步降低动用武力的门槛 并表现出较高的政治和军事风险的偏好 俄罗斯以空军、海军、远程武器和核武器 对瑞典开展行动的能力 是略略有缘的 不过 瑞典议会的国防委员会主席 并没有立刻回应对电视台报道的置评请求 数千名囚犯通过招募参战重返俄斯社会 被征召加入俄斯瓦格拉集团雇用军的 参加可能战争的3万2千名囚犯 已经返回家园 瓦格拉集团的头目普利过章在社交媒体上说 妇女和人权活动家对这么多罪犯 包括杀人犯和其他暴力行为的小事者 被赦免并提前释放返回社会表示关切 据德国新闻社报道说 一些被定罪而获释的罪犯 已经犯下了新的谋杀罪 普利过章将被拘留者服兵役 视为一项完整的康复计划 他说 所有被释放的人在获释之后 总共犯下了83宗罪行 这个被囚犯復原刑期 才释放减少了80支 这位瓦格拉集团的头目说 他的雇佣兵集团也招募了很多囚犯 他的雇佣军中究竟有多少被拘留者 目前还难以核实 在征服巴克穆达的过程中 瓦格拉集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普利过章说 在战死的2万名事兵中 有1万名就是从监狱放出来的囚犯 纳瑞的鹰不会变成和平甲 胡乃贵 不会将纳瑞冠栏上 发现的青铜鹰雕像 融化成一只和平甲 在受到这个南美国家多个正党和文化部门的批评之后 总统拉加勒普放弃了这个计划 引起了争议的中心 在2006年 在乌拉圭和阿根廷边界的河口 拉普拉塔普的底部 发现了一瓶老鹰的雕像 他就仍然站在一个有纳瑞符号的花环上 他一瓶重突300多公斤的雕像 曾经出纳在纳瑞的军舰 斯佩伯伯伯的船尾 193年 雷守德国海军的舰顶 在同英国舰队的战斗中 严重受损 后来 被自己的军人击沉 沉到河底 2019年 雷守沉船被发现之后 一名乌拉圭的法官 裁定应该出售这瓶雕像 受益将在国家 和将雕像从河床中 打落出来的公司之间分配 而政府就反对出售 担心雕像会落入新纳税分子 或者其他纳税同盟者的手中 德国政府也表达了这样的担忧 乌拉圭的最高法院 最终将雕像判了给政府 上星期 总统拉卡勒普提出了一个计划 他说 将雕像融化 变成一架和平架 由一位当地著名艺术家 负责这一项工作 据总统说 战争和暴力的象征 可能成为和平和团结的象征 但是 这个计划遭到了很多反对 批评者说 摧毁具有历史价值物品 是不负责任的 即使 这是一枕纳税雕像 拉卡勒普所在的政党 一名议员说 罗马的斗收场 并没有因为基督徒在那里被杀而被拆除 一份请愿书夫而 将这张雕像 保存在博物馆 并提供相关的背景 以免人们忘记垃圾的步向 计划启动近两天之后 拉卡勒普现在放弃了他的计划 他承认他的意图 显然没有被接纳 目前 还不清楚这只鹰最终如何处理 习近平和王毅会见布林肯 6月19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到访的美国国务英布林肯 根据中央电视台发布的事物 习近平在会面的时候说 布林肯已经分别跟中共政治局的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 以及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 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总体上 双方谈得好坦诚深入 习近平跟着说 中方表明了我们的立场 双方同意落实好我和拜登政府 在芭蕾岛会员时达成共识 双方在一些具体问题 取得了进展达成共识 这很好 习近平强调 国与国家往总是要相互尊重 以乘相待 他希望布林肯这次访华 能够为稳定中美的关系 多发挥积极的作用 布林肯转达了拜登对习近平的问候 指拜登相信 美中两国有责任和义务 管理好双边的关系 这个符合美国中国乃至世界的利益 美方致力于重回两国元首 巴黎岛会不确定的议程 布林肯说 美方遵守拜登做了的 四不一无二的承诺 即是 不尋求新的冷战 不尋求改变中国的制度 不尋求通过强化盟友的关系 反对中国 不支持台湾的独立 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 期待与中方开展高层的交往 保持畅通的沟通 负责任公管控分级 寻求对话与交流合作 习近平也请布林肯 转达了对拜登的问候 较早 布林肯6月19号 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主任王毅 进行回谈 下午 他在推特上发文说 他继续在北京进行重要的面对面外交 并称 与王毅讨论了一系列 影响国内人民的 双边流云传教问题 布林肯在推文中 附上了多张会谈的照片 但并没有具体的示名 双方谈到了什么问题 王毅就敦促美方 不要拿国强必白的模板 来镜像中国 不要用西方传统大国走过的轨迹 来误判中国 这是美国对华政策 能不能够真正回归客观理性的关键所在 王毅还要求 美方停止炒作中国威胁论 取消对华非法的单边制裁 放弃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打压 不得肆意干涉中国的内政 王毅强调 维护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在这个问题上 中国并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宜地 中方必须真正坚持 中美三个联合公布确定的一个中国原则 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的原则 明确反对台道 布林肯介绍了美方的看法 表示美方致力于重回两国元首巴雷岛会不确定的议程 期待与中方加强沟通 负责任务管控分歧 在双方有共同利益的领域里面 开展合作 布林肯和黄仁的会讨 长达三个钟头 李强抵达德国访问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在6月18日晚上 抵达柏林 从昨天开始 到23日访问德国 他与德国总统斯泰一晚见了面 并且与德国总理书宜茨 共同主持第七轮中德政府的磋商 李强之后 会转往法国访问 与法国总统马龙回面 此外 李强或者有机会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会面 李强和耶伦 都在这个星期 出席一个在巴黎举行的 发展金融峰会 陪同李强访问德国的 还有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主任 陈山杰 和商务部部长奥曼陀 两个人都不是中国 意味着 中国全章推出的刺激经济措施 不会在李强23日会国之前公布 李强 是应德国总理书宜 和法国政府的邀请 前往德国进行第七轮中德政府初商 以及对德国进行正式的访问 并对法国进行正式的访问 出席新全球融资契入的峰会 看看中国内地 华南地区的龙州水来了 防循性格反而扩大 中国多地近日遭大雨的袭击 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及华东地区 遭遇暴力会比较 珠江三角洲等华南地区的龙州水 依然尊敬 受这个影响 广州白环机场 深圳保安机场等珠三角机场 航班18号 大面积的延误 对此 中国国家的防众 18号针对港西江苏 启动防信4级应急响应 继续维持针对浙江安徽 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的防信4级应急响应 范围扩大了8个省份 根据《香港文汇报》报道 从13号开始 华南地区全面进入龙州水时期 18号上午11点20分 广州市的起像台 发布暴雨黄色遗境的讯号 这是广州连续一个星期 发布暴雨的遗境 当日广州的天河区原售区多地自作暴雨 降雨量接近50毫米 其中天河区有街巷出现水浸街的现象 不少市民被困在商场和地铁 在广州体育西路某个小区 在暴雨和大风的商场窄壁下 有物业的窗户装饰材料掉落 窄到沿街的多梁小斜 好 今晚的新闻就报道到此为止 我们明晚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